主席 主席有請主委 請劉主委 主委早喔 在保障人民罷免權的原則下 有關今天修法的版本 裡面其實有提到下修門檻也好 或有關提案成案通過罷免案的這個門檻 那主委應該全部的內容都已經看過 那你有沒有覺得比較合理的 因為大家今天講的還是通過罷免案的條 因為本席 為什麼這樣問喔 本席看的某些版本中 有些通過罷免案的條件其實很低 那為什麼會這樣問 如果一個禮物可能是四五萬票當選 那如果是照這樣子的一個內容 可能一兩萬就可以罷免他 對不對 應該是沒問題嗎 那我們現在好不容易調成可能 只要兩年選舉一次 最多就兩年選一次 那如果這樣子這麼容易就是過了 那有可能未來大家就罷來罷去 那總統 病例委 直轄 縣市病箱鎮 市里長 七合一 九合一這些 如果罷免案都變得很容易 那會不會到最後 你會不會擔心選舉選不完 因為罷免案這種選舉都是局部的選區 所以相對處理是比較沒有那麼複雜 那你覺得這些版本 你看了有哪一些比較合理的嗎 我覺得共同的就是說那個 就是你認為說你比較沒有意見 你也覺得比較可以做的 我覺得比較可以做的就是說 連署 連署提案我想那個儘量簡單 連署什麼 提案 提案發明 但是連署 要承案就是要去動用到資源來辦理選舉 那這個門檻可能可以降低 但是呢可能要稍微考慮一下 就是說整個社會要付出的成本到底有多少 這樣合理不合理 那另外我其實我剛剛口頭上報告也提到就是說 現在的定的門檻都是用百分比 那我覺得在選區人數比較少的情況下 單純的一個百分比 也許可以再加上考慮就是說 有個百分比 但是呢人數最少要幾人以上 所以就是要一個至少限額大概要幾人以上 就對了 對 因為我覺得 你說 因為這個 最後都是要花到人民的成本 就是應該說是不是 對 為什麼這樣問 因為如果說得票率幾乎 譬如說差一點點就顯勝 或者五五破這個選區 如果另外一方譬如說在鼓動他的支持者 然後來提案罷免當選者 這個也是有可能會發生啦 你認同吧 當然會 所以如果這樣要怎麼避免或防範比較 譬如說實力相當也好 或者一些比較 輸不起的這些競爭者 到底要怎麼防範 這個部分我希望還是主委這邊 還要多加考量一下啦 好 為什麼這樣 其實 民進黨也只在說要謙卑 再謙卑 但黨產的這個處理 可以算是轉型正義 但是依目前看來 民進黨已經國會過半 已經是最大黨 然後我前幾天也聽說 國民黨大黨別人自己都說 他們已經輸得很慘了 可是呢 我今天看民進黨立委好像有很多的版本 其實這個門檻 只要 好像這個門檻有點過低 提出來 一點點就可以罷免掉其他的立委 那所以 呃 本期是看民進黨立委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不擔心會被割草 因為打野都說他們綠油油一片不怕被割草 感覺好像還挺驕傲的 那一年後如果依這樣子他們 這速度有可能再割掉十幾席的欄尾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這可不太清楚 你就說如果依這樣子的門檻 有沒有可能 那也不太適當 我覺得 所以就這樣也不太適當 你覺得太適合了 通過一個罷免案 它那個門檻一定不能太低 就是說 而且不能違反那個民主政治的原則 所以其實為什麼講那麼多 所以這裡呢 其實我就要說 其實親民黨它關於罷免案的成案的門檻 可以由現行的15%下降為10% 你覺得OK嗎 因為我看大家幾乎都15%調成10% 這個部分 可以嗎 我們又沒有綠油油 我們才三顆而已 三顆橘子 如果在立法院通過的是10% 我們就照10%來執行 所以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有關以後提案連署人只要提共同的